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5月28號晚上8點半 那這個命運之子啊 這次他要更新的那這次好像會有新的世界王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吧 其實命運之子啊每一次改版都大概會有一兩百Mate 所以可以知道說他的那個精美的設計圖 語音啊那些東西更新量都非常非常大 一般的那種遊戲啊大概更新都是10Mate 20Mate左右 每一次命運之子這樣子的改版 他都至少要下載個一兩百Mate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是這個酷巴巴 剛剛那個封面的那個應該就是酷巴巴造型 但是現在這個樣子看起來 感覺上有點老 因為我們那個剛進遊戲看到的應該就是這個高速酷巴巴 酷巴巴是什麼角色呢等一下我們再看了 然後還有 特選召喚活動 煞圖恩喔這個我有喔反正那個命運之子 你就把當作是一個 收集圖鑑的一個遊戲來玩慢慢玩你就有很多角色 然後 可能有些角色你會覺得競技場用不到但是沒關係 某一個活動的時候或許這個角色上場他就會有一些加成效果 像這個薩圖恩 我其實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反正就是留著嘛 那這次活動應該是會用到這個薩圖恩喔 好 白鬼夜行特別活動消耗體力減半 經驗加倍經驗滿的時候他就會送你一張五星的那個那個什麼溫泉的那個造型 那你有溫泉造型的話你在泡溫泉的時候可以獲得比較高的親密度 好回饋水晶50%活動 這個也不錯喔 就是 就是回饋你50%嘛 對 然後是什麼 推王傷害活動 總之命運之死活動只要有參加就一定可以得獎喔 所以說他的活動都蠻簡單的不會說你一定要課金才可以完成這個活動 然後世界王精選 不知道是不是用這些角色去打世界王會比較好然後這些都是暗屬性的角色所以這一次的王就是光屬性的 因為暗打光有那個加成嗎 然後惡鬥雷財入場券半價優惠 新增自動戰鬥功能 輕鬆挑戰惡鬥雷台這個遊戲就已經夠佛夠簡單的 只是說他的戰鬥過程不能跳過但是我一直說推薦模擬器玩你就點戰鬥之後他就會自動幫你一關一關打完 現在連這個PK惡鬥雷台都可以自動戰鬥真的很方便 溫泉裝飾大賽 參加就送溫泉點數10000點 這個也不錯 活動很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哇世界王又來囉這個就是你一天要打6次然後趕快打到應該是40級吧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是豬神任務啦 總之就是看一下 世界王他就是會隨機會會刷出來然後你就是要一直打一直打但是以上次的經驗來講 通訊發生錯誤 以上次的經驗來說麻煩的還是在說這個戰鬥過程很長喔 那你不要調3倍數因為調3倍數會有些時間被吃掉 所以說速度的話調1倍或是2倍就好 這是之前那個 有經驗的大大分享給我的那確實 你如果說速度是調1倍2倍的話 打出來的傷害量確實會 會比較高一點但是就是那個時間 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如果說你手機上開著讓戰鬥一直跑我覺得是 比較浪費手機電了所以我都是用電腦玩 好看一下 現在有世界王嗎 欸有一個世界王欸 欸我為什麼莫名其妙有一個世界王 好 我剛剛都沒打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魔鏡商店喔 情樂歐洛拉王這是一個五星的角色 這是個五星的角色 然後技能 跟隨我等一下我們看一下他是防禦型的角色 然後賦予屏障好像好像也有很多假設都是這個樣子 自身獲得激怒 然後累積傷害一次返回去 那再來就是隨機他的大招是隨機兩名造成傷害賦予 最多五名盟友屏障 感覺上普普通通齁然後全體盟友的防禦力加12% 這個好像也是 感覺上競技場不是很強勢喔 好吧那就收集吧 暗光的凱布力喔這個這個攻擊力應該蠻強的然後很多這些卡片都很多 進化星不錯50升到60 好總之就是一個有參加有獎的活動喔那這個0到他這個有13個那個活動 你應該算是任務啦 那基本上你只要有玩的話你都可以達成這個13個任務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是問題 那你完成13次之後你就可以獲得一隻五星的這個這隻活動的角色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喔 魔鬼狂歡節是什麼呢 這個都是 這些狂歡節的任務其實也不會很難喔因為大部分都是你只要做日常任務然後他就可以過了 那這個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階段四階段五階段六這個就是隨著每天一天一天的開放 那這一次的這個是什麼全新的Devil Pass這個是每一次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不需要買因為你就算不買的話 你到第30階你也會有一個五星的券喔 好 然後來看一下這一次打世界王有沒有加成呢 打打看喔 好懷念這個世界王三次世界王是那個目屬性的那個王我都已經拿到 好像五六張吧 所以來看一下 這個魔王是光屬性的話 他有沒有加成啊 這邊應該會有加成的說明吧 你用這個這個什麼薩圖恩他會有這個傷害力加成 那這個庫巴巴因為是這一次的那個角色所以說 他應該是會要你用抽的 我覺得運氣不是很好不大敢用那個限定抽 限定抽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你使用限定抽的話當你抽到一隻五星的角色他就一定是這隻庫巴巴 但是我有說如果說你覺得你運氣不是很好 然後你有可能會抽到那個抽到一個腦衝 怎麼抽都抽不到 所以我會有一些怕怕的OK 好那這次更新完之後依然每一次都會有那個免費的那個單次召喚 好那先來試試看 免費的單次召喚比較不值得期待啊 我們看一下今天有維修看維修送什麼 維修送一個 4星召喚券跟一個3大5星石抽 好試試看 這是4五星召喚券啊 哇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暴魯護士迪密特 這個在經濟場也 也蠻常看到有人用的 好不錯不錯 好三大5星10抽 直接skip 沒有好沒關係 咦 這邊又有一個 諸神強襲任務等級達成 這什麼活動啊 好那就領一下吧 這是4星或是5星的這個召喚券 哇4星而已 這個是那個經驗值 那就把他提煉搞瑪瑙吧 提煉搞瑪瑙也是一個每天日常的任務 提煉一隻角色就好 然後三星角色我也是全部都把他提煉了 好有沒有他就說那個完成了一個小任務 然後你還你你隨便去升級一隻角色的技能也算是完成基本的任務然後還有那個 強化一個裝備 這些都是日常任務 很好解 然後其他的那些基本上的掛網的話你就只要點一下 然後讓他跑完之後任務就算解決了 隨便升個技能 好升一下 這樣我就一下子我就把 本日任務解了三個任務了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怎麼樣自動戰鬥 好多誒 探索好這些這些應該都沒有變喔 我還在掛那個惡心的那個角色 因為惡心的角色你只要掛兩次12個小時他就會升到20級 那升到20級之後就算是最高等 信件就會送你好像20鑽石左右吧 所以你如果說你抽到一些惡心的角色的話你可以把他拿來探索 不要急著全部都回掉 好這也是日常任務 我們看一下日鬥雷台怎麼樣自動戰鬥 真的有自動戰鬥 在與目前顯示的戰鬥完畢為止 然後使用一張票券 這什麼意思 只使用一張票券 排除Unno Unno就是第一場戰鬥 好 那應該是打完自動戰鬥之後他就會一口氣打 然後就一關一關一關這樣子打完吧 那張對我來說很方便喔因為 我比較少打所以說他把我名次排在比較後面 那排在比較後面其實也沒關係因為其實任務獎勵就送很好 排在後面就代表說那個我的對手 能力也會比較弱一點 好那這一次的這個禮包就是這個酷巴巴這個角色 酷巴巴其實我大部分我都覺得不大需要沒有因為遊戲實在是太佛了 那這次因為是光的魔王所以他 他推薦你打世界王就是用這些暗屬性的角色 然後搞瑪瑙跟金幣禮包 小紅石包 本日幸運箱這什麼東西啊 三大五星的這個召喚圈 幸運箱他裡面會有什麼 幸運箱裡面東西還 還蠻不錯的嘛 但是我覺得我的運氣不是很好 可能會中那個什麼 那個洗澡的毛巾之類的 所以這一次的主要的活動就是 就是這個世界王吧 那召喚的 看看有什麼好抽的 有機會抽到酷巴巴嗎 我覺得我的運氣 運氣不是很好 鑽石還夠不然我們就先來先來抽一個這個 每天都有一次的這個 五星 機率3% 2倍變成6% 這個是我只要有鑽石 水晶我就會抽 沒有中喔 那要抽這個嗎 我的現在水晶有10000 不然抽個兩 三次好了 看看會不會中這個酷巴巴 因為如果中的話我在打世界王的那個點數就會獲得很多 好吧 來個30抽好了 因為我很相信命運之子的這個機率他沒有按條 因為他很佛心 好拼了 抽個三次吧 用這個酷巴巴的限定召喚就是說只要中五星就一定是酷巴巴喔 哇第一次沒有所以 好吧那就三次吧 第二次 哇2700水晶拜託拜託拜託 2700水晶第二次 這什麼 沒有 哇又沒有 好2700水晶 這最後一次了 不行的話我就要歸水晶了 因為水晶不夠的話我有時候連那個兩倍五星的那個我也不會抽 好要按SKIP囉 按 哇 沒有 所以你看如果說像運氣不好的話有時候抽著會抽到一個腦衝喔 像我現在的那個鑽石就不夠了 好吧那就 要嘛就儲值 要嘛就是冷靜下來 反正那個秘密之子 他的遊戲都送的很佛 所以就慢慢玩 那你參加世界王的活動啊 其實他的任務也可以換到 換到這個酷巴巴的角色 所以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怎麼說呢 譬如說我們看一下這個世界王的活動 好提煉搞麻腦了 打世界王活動可以獲得一些點數嘛 來看看這個魔鏡商店 魔鏡商店 你可以換到庫巴巴嗎 我剛剛說可以換到庫巴巴就沒有 這一次是 是這個熱情的這個歐洛拉王不是庫巴巴 所以要 要獲得這庫巴巴的話 看來只能用那個限定召喚 如果說我想課金的話 要課什麼比較划算呢 1440塊錢買一隻庫巴巴我覺得有些貴啊 那如果是水晶禮包呢 水晶禮包2700等於說是花140塊錢 花140塊錢 10抽 不是有個水晶加倍嗎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公告是什麼 現在買150塊那個水晶他會有加倍嗎 左上角有 這個通知就是看這一次的公告 白鬼夜行 這個回饋 購買水晶即可獲得額外回饋的水晶 所以應該就是這個東西吧 限定次數限回饋一次喔 沒有這個水晶可能不是禮包的那個水晶 他可能是 可能是一般 一般買水晶的這個禮包 這個地方 我在猜可能是這個東西啊 但是 但是我應該會忍下來 因為其實就算沒有酷巴巴 我的這個卡片啊角色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這一次打世界王我應該會有 算是還OK的成績吧 因為我的那個暗屬性角色蠻多的 來看一下我的暗屬性角色 這邊有那個稀有度 這邊算是一個分類吧 我只要點暗屬性 然後五六星的角色 我的暗屬性有這麼多 說多也不多了 但是關鍵的角色這一隻 薩圖恩我有加1 所以還OK啦 那個就 如果說明天有湊足2700水晶的話 那我再繼續湊湊看有沒有機會湊到顧巴巴 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改版的更新就是這個世界王的活動 大家趕快去去慢慢的去去打累積這個這個點數吧 因為到時候這個世界王排名啊 他的那個獎勵很好 每季的獎勵 雖然說前面跟我們無緣 但是打到後面也是有些不錯的獎勵 我上次好像打到是30%內吧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